继续的灵修 生命纪的第四章 第九节 你只要谨慎 阴情保守你的心灵 非常的重要 在上一次我们已经分享到 不管是在律法之下 还是在恩典之下 看到没有 这都是非常实用的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 每个神的儿女 你一生的果孝 心里是要被保守的 接下来说 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 人很容易健忘 所以他对神 对神的恩恋 神在他身上做的事情 对不对 神的拯救 神的医治 神的祝福 神的保护 他身上都忘了 所以弟兄姐妹妹 这就是因为要 谨慎保守心灵的重要 免得你给忘了 那么亲眼所看见都忘了 可想而知 还能干啥 是不是 对人很容易受环境影响 所以以色列人虽然走旷野 你看经历各种各样的环境 但是在这一路上 他们都有神的怎样 神的同在 神的大人的手 保护引导他们 所以 谁要他们记得 他们不忘记 他们都能怎样 都能活在神的大人保护里面 因为免得你一生 这是离开你的心 这些都是为了提醒他们 免得他忘了 免得他离开他的心了 所以要把神的这个恩恋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拯救 保护带领的要记得 时刻铭记在心 这样我们才会 充满信心和感恩 是不是 不做一个万恩负义的人 要做一个充满信心和感恩的人 这样我们 就会恩上加恩 恩上加恩 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看到没有 不但自己 要记得 自己 要保守 保守自己的心 要记得神的事 还要传给自己的子子孙孙 看到子子孙孙了吗 儿子啊 孙子啊 子孙后代 都要传给他们 跟我说 传给子子孙孙 传给子子孙孙 所以这个 传给子子孙孙呢 它是一个 你看到啊 这个信仰是一个个人的信仰 也是一个家庭的信仰 传给子子孙孙 它指的是一个 孰林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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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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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看到 不管是亚伯拉罕 你会发现 它会有 孙孙孙的传承 传给 以萨 以萨传给亚克 是不是啊 这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那么信仰是一个传承的信仰 你不能光自己信了 儿子不管了 孙子也不管了 那你生儿子干啥 是不是 生孙子干啥 连信仰都不传承给他们 你有房子给他有什么用 有钱啊 有财产资产有什么 没有说 把钱都传给他 其实最重要的是信仰的传承 信仰的传承是最重要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所以他这个 非常的重要 你看在 这个犹太家族 很多大的家族啊 摩根家族 罗斯柴尔德家族 是不是 很多这些非常重要的家族 他都是 上百年 几百年 他都一直在复兴 一直强大的这样的家族 繁荣的家族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有信仰的传承 你会发现 人类历史上啊 这些特别重大 特别 兴旺的这种家族 他都是有传承的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很出名的人啊 比如说一个是曾国藩 还有一个是李鸿章 你看 这两个人 他都是这个清朝末年 非常重要的 忠心大臣 他们都是 有权有势的 可以说都是大家族 在他们的手中 他们对这个 清朝 这个国家 有极大的贡献 那么比如说曾国藩 他就不一样 他这个人很 很节俭 很年纪 很节俭 那他对他的这个家庭的教育 孩子的教育 非常重视 比如说他有这个 曾国藩 有他的真实假顺 包括怎么样的学习啊 对不对 孩子怎么样的成才啊 在经济上 怎样的过生活 怎样的节俭啊 怎样的各个方面上 为人处事啊 他都是很系统的 前面的一个传承 所以这个曾国藩 他的后代 子生后代 很兴旺 之后好多代 他都很希望 很发达 而且有很多的 这个 出名的人 人物 人才 那么另外一个叫 李公章 那他也很出名的啊 我们都知道啊 那么他创建的淮军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 在当时 都是很厉害的 那李公章 那他就不一样了 他那个就是 给他子生 留下了很多的财富 啊 留下了巨额的财富 银子多了 可是在这个传承的方面上 特别是这个教导 家庭的这个教导 内在的这个传承 他就没有了 所以他李公章 他的儿子 最后都是怎样 在他儿子那一代 就已经不行了 再多的钱 有什么用 都败掉了 赌博 以及西亚电 各种各样的 把这亿万家财 钱都败掉 不但如此 最后还怎样 还成为一个要饭的 饿死在街上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着 传给子子生生的 不要心 所以给儿女啊 子生啊 留下了 你记住 最宝贵的财富啊 不是财产 不是资产 而是信仰的传承 信仰的传承 为什么呢 因为信仰的传承 建造的是他的内心 是他的内心得以成长 内心得以成长 还有内在的智慧 能成长 他就会外面实行创造 看到没有 他想要的 他都会把它创造去 有里面 他有了 外面就会有 他就会创造去 这就是传承的重要性 可是如果 没有传给子子生生 这样信仰的传承啊 就是留一点钱啊 财富啊 那是不行的 他会把它败掉 他没有这个能力啊 看到没有 来降与 也没有这个品格 来承载 所以这些东西 外在的这些东西 就不能够持久在他的手上 反而是害了他 所以犹太人是非常重视信仰的传承 重视信仰的传承 可以这么说 信仰的传承 在犹太人的家庭当中 社会当中 是最重要的 这些孩子们他们从小都读摩西吴记 背诵 脱纳 所以这些他们从小都背的 背记在心中 弟兄姐妹 你生的孩子 孙子 你有让他从小读圣经 背圣经吗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我要跟你说 我能 我从小到大 我能够这样成长 是不是 神跟我带领 有些训练和装备 能这样的服饰 对神的话 有这些理解 有这些启示亮光 有很重要的点 就是我从小读圣经 背圣经 从小就读的 我从小就读就背的 不过我背的不是摩西吴经 我背的是那个保罗书信 像罗马书啊 以赴索书 哥勒西书 菲律宾书 我背的是这些 所以这些是新约的圣经 保罗书信 其实是更加强大 因为它是恩典 新约的教导 耶稣基督死里 复古为我们成就的 虽然小的时候不懂啊 但是把它背一下 确实不一样 所以这个根呢 从小要把它抓到 不用担心 现在不让孩子 很多的地方 因为某某原因 你不让孩子上竹子写 他们那个时候哪有竹子写 孩子最重要的教育 其实是家庭教育 你让他从小听真理的道 现在有好多孩子听陈彼得讲道呢 他听我讲道 你让他从小读圣经 背圣经 他小的时候 他记忆力又好 他把他读下来 背一下 是不是 这些就会增强他的智慧 他的记忆 就会成为他里面的 他里面就像一个银行一样 把钱沉到这个银行 知道吗 你看这个孩子 如果从小里面有神的话 能够读圣经 背圣经 有神的话 它是完全不一样 明白了吗 包括对这个手机呀 游戏呀 电子产品呀 它都能有强大的抵抗力 因为它里面有神的话 有经文在这里 CCD它会有这个 神的话里面的智慧 来引导它 管理它 看到没有 那么弟兄姐妹们 你看那些没有神的话 里的孩子 没有读集 没有神的话里的孩子 他很容易玩游戏的 一有空就玩游戏 是不是 读个书 在坐在学校里 课堂里 老是在那里讲 他脑子里面 想的都是游戏的东西 所以这个传承 传给知识生生 非常的重要 当然对于今天的孩子 你就是鼓励他 读新约 背新约 是不是 像似乎性也可以 使徒书性也可以 像这个真言书 对不对 诗篇 智慧书 这些都能背 那如果一个孩子 他能够从小这样的 把神的话 背起来 他意识绝对是蒙古的 那么这种姐妹们 这就让我们看到 一个信仰的传承 非常的重要 而第十件说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不能上主日学校 主日学校也学不到 啥东西 只是玩一些活动游戏 那个不能够成为系统的 你让他从小 他还诗的 小时候你就给他读圣经 背圣经 让他听到 对不对 然后慢慢的 让他背读 他就能把这些 背在心中 记在心中 他小时候 特别要背了记了 他以后一生都有用 这就是传给 知识生生 所以信仰的传承 不是靠外面传 是你自己 把他传出 第十件说 你在何列山 站在耶和华 你神面前的那日 耶和华 对我说 就是讲到他这个 在西台山里受律传的时候 以色列人都在山下等着了 站在那 然后有法跟他说 你为我招聚本性 我要将 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 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 可以学习 敬畏我 又可以教训儿女 这样行 看到没有 现在律法颁布下来 这是为了教导他们 让他们敬畏神 这是神颁布律法的初心 本意 所以你要知道律法并不是要给人定罪的 本意不是要给人定罪的 是为了让人敬畏神 律法他的一个目的 要把人淫到神面前 所以不但自己可以学习敬畏神 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 儿女自己行的 还让儿女也这样 是不是 你不能自己走正路 儿女不走正路 自己敬畏神 儿女不敬畏神 当然除非不是你的儿女 是不是 是你的儿女 你肯定想得到她好 肯定想得到她也敬畏主 敬畏主 所以教训儿女这样行 其实她是一个从小就要这样 一个从小就要教导她 不能说她长大了 你得教导她 她才不提你 小的时候你没教导她 把她带到神里去 当大了她是很难听你的 在母妇中就剑写 在母妇中你就给她 让她听到啊 给她读经啊 背圣经啊 给她讲话呀 讲神的话呀 把英文圣经放进来给她听了 对不对 中文圣经也不放着听了 跑到赞美世界给她听了 不要以为她在母妇中不懂 现在李文圣经没有 她可懂的 她是个灵 是个圣灵 这母妇中就开始给她这样的 这叫开教 看到没有 然后一出生下来的 那一天 你都让她 给她这个 听到她也跟着听 也读经背经 是不是 很小她就会这样 读圣经背着听 慢慢的 她不用在学校里学 她都认识字了 你看很多的姐妹 六七十岁的姐妹 她没有读过书的 没有上个学的 你看她信了耶稣以后 她天天听到啊 读经啊 背经啊 你看圣经上的字 她都认识了 她不但能读 她还能写 是不是 照片发葫芦 她的字也写得错 最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她六七十岁的 她都能够这样 又能 没上个学的 她都能认识圣经的 她能写字的 何况这个小朋友 从小 她就具备 有这种能力 你知道吗 所以她没有 没有被训练开发出来 不知道怎么用而已 所以弟兄姐妹 你从小就训练开发出来 她是很聪明的 就吃你拿过来 你读 她就知道什么地方 你用手指一下 在那读 后面她都会 她都一行一行的 啥子 她都会 所以教训儿女 是从小 就要教训 教训儿女这样行 看到没有 在她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信仰的传承 信仰的传承 这是涉及到 在家庭 对儿女的教导 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信仰 不是一个宗教 一定要在宗教活动场所 教导孩子 那是没有用的 你看现在 因为一些原因 宗教活动场所 不让你 教主持学 那你可咋办 所以有人就担心 那下一代怎么办 下一代的人 就年轻人 就没有人来 就来 来聚会 来信仰 谁说的呀 谁说的 这里 他们就没有 这种宗教活动场 不搞这一大 这里的所有的传承 都是家庭的传承 所以信仰的传承 不是靠外人传承 是父母传给儿子 儿子传给儿子 传给子子子子子子 是一个家庭的传承 看到没有 所以这种姐妹 这个教训儿女 他指的就是 教导他学习 看到没有 这个教训 教训 教训儿女这样行 教训就是学习 学习 练习 教导 训练 所以孩子从小 让他学习神的话 是不是 练习 背诵神的话 听到练习 就是这样的 让他背嘛 训练 是不是 就是不断地反复地背诵 你看到没有 他从小这样地学习 练习 训练他 这样神的话语 就会打根在他的心里 神的话语 就会成为他的智慧 成为他一生的智慧的源泉 生命的源泉 那他将来读书啊 学习啊 各个方面上 都会好的 成绩也什么 你不用操心 他都会很好的 他里面有神的话 这种根基给他打了 明白吗 然后他一生也会走震度 因为他里面有神的话 他不会被拉偏 走外度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犹太人 他们具备 这个信仰的传承 具备信仰的传承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在提摩泰书信里面 第三章 是不是 提摩泰书信的 第三章十五节说 来 提摩泰书信三章十五节 并且知道 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是不是 这是提摩泰 提摩泰 所以他是怎样 他从小明白圣经 从小明白圣经 那他为什么从小就明白圣经呢 亲爱的听众姐妹们 因为他从小就怎样 就被他的这个 你看提摩泰后书的一章五节 提摩泰的后书一章五节 就是被他的妈妈和他的外婆教导的 提摩泰后书一章五节说 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 罗姨 外祖母就是他的外婆 用今天的话来讲 叫外婆 就是他妈妈的母亲 和你母亲 有你姬姓里的 先在他的这个 外婆姓里 是不是 他的外婆姓耶稣 用今天的话来讲 外婆姓耶稣 然后他外婆生的女儿 从小也姓耶稣 所以他女儿 外婆的女儿叫尤尼基 又生他 是不是 他叫提摩泰 所以他也从小怎样 也姓耶稣 所以这一章五节 他就是一个信仰的传统 先在外祖母心里 再在他妈妈心里 再在他心里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无为之信 看在这无为之信呢 无为之信其实就是 他的信仰 信就是信性 无为就是真诚的 真诚的信心 真诚的信仰 这信心就是对神化 真理的真知 那么他为什么 有这样的信心 这里的原因 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是因为他外祖母心 他的母亲心 所以先念他外祖母心里 这个信心 然后再在他母亲的心里 再后再这样 在他的心里 所以他说 我深信 也在你的心里 看到没有 所以提问他也为什么 从小明白圣经 从小他信耶稣 因为他从小读圣经 今天的话 他叫从小读圣经 从小读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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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一样的啊 就算是他会走弯路 他会回来的 如果没有从小读圣经 信耶稣 他走弯路 很难回来啊 所以不是走弯路回来 从局路上 还不知道愿不愿意回来 弯路和局路 那是两个事啊 所以这种局面 很多人是走到局路上 还不愿意 但是他如果里面 从小信耶稣 从小读圣经 他真的如果是走弯路的话 他也会回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信仰的传承 信仰的传承 所以这个 如果 你这个 你当外婆了 或者是 你当奶奶了 这个孩子 生下的孩子 是不是 让你带 那正是 好机会 知道不知道 你要主动的带 把他带好 让他从小信耶稣 从小读圣经 从小听陈彼得牧师讲道 看到没有 这个孩子 非常聪明的 你千万不要让他 整天玩手机 玩游戏 那你是害了他 是不是 你让他从小读圣经 从小背圣经 从小听牧师讲道 那这个孩子 有蒙福 一生的蒙福 非常聪明智慧 他走到哪里 他都不害怕 他里面有神的话 看到没有 他说的话都超过你 超过你的想象 那些孩子 你看 有时候我出去 就专门给那些孩子说话 那些孩子 他就说了话 很有灵性的 很有智慧的 连父大人都想不到的话 他都能说出来 最近我们看到 提摩泰他从小明白的经历 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指挥 原因就在他的妈妈 他的外婆都信耶稣 你今天的话来讲 都信耶稣 他们那个时代 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传承 这就是传给子子孙孙 教训给儿女 让他们也学习的 一个重要性 所以是从小 记住 是从小教的 好 我们回到这个生命纪的第四章 十一节 接下来 十一节 那时你们进前来 站在山下 山上有火焰冲天 并有昏黑 密云 幽暗 一个法从火焰中 对你们说话 你们只听见声音 却没有看见形象 是不是 换言之今天的话 来讲 就是只听音频 没有看到视频 亲爱的弟兄弟妹妹 所以他们听音频讲道 没有听视频讲道 没有看到视频 所以他们就听见神说话的声音 没有看见神的声音 那么神给他们的 接下来就教导 说的 第三十三节说 他将所吩咐你们 当手的约 支持你们 看到没有 就是十条件 并将这件 写在两块十百 所以 这个诫命 它是约 是神 向以色列人立的约 传给墨西 墨西是以色列人的代表 墨西在山上 以色列人百姓在山下 墨西是以色列人的代表 神把这个律法的约 十戒是一个约 所以就传给他们 写在石板上 那时 以色列人又吩咐我 将绿列典章教训你们 这个绿列典章 是在十戒之外的 十戒之外的 所以它是包括 第一律就是约细制度 还有民事就是他们 生活的各个方面上的这些 这些规条 这些条例 用今天的话来讲 这个十戒就相当于是一个国家的宣法 这些绿列典章 就是相当于其他的各个方面的规章制度 知道吧 比如说治安管理条例 这些方面上的 民法 这个民事 民事法 民事法就是关系到你生活的各个方面上 所以这个绿列典章就是这方面 所以它是在旧约之下 它这个绿反 绿列典章 其实它是一个整体 它合一的一个整体 但是它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是十戒 十条戒命 所以这十条戒命 如何把它具体化 落实化下来 是透过绿列典章把它具体化 这个十条戒命 它就是根本大法 上位法 上位法 不是宪法 是根本大法 是上位法 最高权位 所以一些其他的 这个绿列啊 典章啊 下面的这些法律啊 微条啊 是不是条例啊 都得服从 这个根本大法 上位法 以它为标准 为权位 所以弟兄姐妹 最近我们看到 十条戒命 它是以色列人当中 最权威的地方 其他所有的 狄律民事律 都是为 都是这个 以这个为核心的 他们是一个整体 跟我说 是一个整体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 不是分开 一点一话都不能分开 完全整体 所以耶稣不但成全了 成为数罪祭 他成为了挽回祭 就是这个礼仪的律 他成了 看到没有 主耶稣也成全了 民事的条例 所有民事律 他都真心 那这一切真心 一个前提 根本大法 上位法 十条戒命 主耶稣完全都真心 都成的 你还以为光成了一样啊 就献祭 今天不用献祭了 耶稣就成了这个 都成的 所以今天基督徒 不用献祭 是不是 是因为耶稣成的 耶稣就是我们的祭祢 明白 这些民事律 这些失掉殿命 不是靠你 不是靠你真心 都是耶稣成的 看到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 不是去活这个律 律法 那这一处已经成了 那可能你就会问 那陈牧师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不遵守律法吗 难道我们就不遵守 实践了吗 你看我们家里面挂个实践 教堂上面 这都是 讲台后面挂的实践 听着 我没有说你不能 遵守律法 这个实业啊 律法 民事律律律啊 耶稣都遵守了 是不是 那么今天你要知道 你不是活在律法之下 靠遵守律法得救 我们不是去活这个律法 靠遵守律法 去活律法 如果是这样 你有一个人能得救 如果是这样 信耶稣 要耶稣干啥 那么是怎样的呢 那么就是 耶稣遵守的这些律法 这些实践啊 包括民事律律啊 耶稣都遵守了 是不是 所以今天你不用靠 献祭来得救 因为耶稣成为我们的寄屋 你要信耶稣 成为我数这一万块寄 而得救 阿们 听着 同样民事律也好 十条贱民也好 也不是靠你去 遵守这些来的救 那你会 有人又会说 那我们生活上 总得靠遵守这个来生活吧 听着 在生活上 你都不是靠这个 遵守这个来生活 有人又会 大吃一惊 阿 阿我们不守律法啦 我们不守时期要见面啦 话还没讲完呢 听哪 今天我们靠什么 今天我们不是靠 遵守律法的生活 我们而是靠 活出一粟来生活 听明白没有 而是靠 领受神的爱 相信神的爱 活在神的爱里面来生活 爱是我们最高的律法 基督成全的律法 爱是律法的终结 看到没有 所以如果你心中有爱了 有神的爱了 那你绝对不会去恨人 你光有律法 不够啊 还要恨人的呀 律法之不是 规范和 强和怎样 规范和主导 你的外在行为方面 它不能涉及到 你的心思意念啦 法不诸心啦 是不是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 它不能够 管理你的心啦 它就是约束你的行为啊 你不可这样不可那样 是行为层面上 所以这个行为层面上 它这是 它就是一个规范 它不能够管你的心的话 你看 很多人还是会犯律法的 只要他心里会恨人 心里有贪心 是不是 心里面有这个苦毒 心里面有这个不好的那些想法 他肯定会在他的外面 气味上表达出来 看到没有 所以在新约日下一个重点是 我们今天接受基督的救恩 我们被从罪里面救出来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接受天父的爱 神的爱爱我们 是你把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的 看到没有 你里面有神的爱了 你就不会恨人了 你有神的爱了 你就不会去偷东西了 你不会去贪心了 贪别人的财物了 明白吗 你里面有爱了 你不会想这些 多余的想都没有 你想到爱人 你有爱了 你就想到爱人 里面有神的爱 你想到祝福人 里面有神的爱 你想到帮助人 他都没有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你接受神的爱 不是你先爱神 是神先爱你 你先接受神的爱 你就会爱神 你就会爱人 也不是你先饶恕人 你先饶恕人 你做不到 但是你接受神的饶恕 神在基督里先饶恕的我 神饶恕的我 我知道神饶恕了我 那我就有神给我的饶恕 就饶恕人 看到没有 同样的 你接受恩典 你就会活出恩典 接受神给你的平安 你会活出平安 接受神给你的喜乐 你会活出喜乐 接受神给你的祝福 就会活出祝福 发现没有 这就是新约之下 旧约下完全不同 旧约下的律法 只不过是规范人的行为 但新约下的恩典 它给的我们是生命 给的我们是新的生命 神儿子的生命 新造人的生命 然后呢 这生命里面 有神的属性 神的本性 神的性情 在里面 明白吗 你又活出神的爱 神的喜乐平安 神的信誓 神的温柔 活出这样的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 是不是 仁爱恩慈信誓 良善温柔结束 活出这样的圣灵的品格 圣灵的果子 它就是神的属性在里面 发现没有 这个新约之下和旧约之下 完全不同之处 旧约是活律法 新约是活耶稣 旧约是居限在行为生命 但新约就是活灵的生命 为新的 灵的重生 为新的更新和改变 把灵里的生命 把它活出来 跟一样 就依靠遵守律法蒙福 是不是 行律法成义 但新约是恩典 使你成为义 已经成为义 已经蒙福 信耶稣 已经成义 因信成义 成义 因信蒙福 已经蒙福 因信得生命 已经得生命 你听了真理的道 新约的道 你听了信的 你已经有了 接下来就是你把它表达出来的 哎 此刻应该有掌声 听明白吗 看到没有 完全不一样 讲得清楚吗 所以不是靠你 也不是听人家质问你 难道就不要 征受律法了吗 你有更高级的生命 你是神儿子的生命 你拥有更高级的 生活方式 隐受爱 活出爱的生活方式 隐受恩典 活出恩典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 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的生活方式 不知道超过律法 多少倍 所以你看 这个加勒泰书就讲得 非常的清楚 是不是 他说 我们看一下加勒泰书 所以加勒泰书的第五章 第四节 加勒泰书的第五章第四节 看到这里了吗 所以他说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 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坠落了 是不是 你们这靠律法称义 就是他信了耶稣以后 他还要靠这种律法 还要信耶稣不够啊 还要加上真实摩西律法 看到没有 演示一下 能看到吗 信耶稣 是不是 还还不够 还要加一个 真心律法 真心律法 加一个心律法 心律法 能看到吗 能看到吗 信耶稣 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坠落了 清楚不重要 清楚不清楚 那又不是得救的 是坠落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很多的教导 他让神的儿女 活在坠落的状态 他信耶稣他不够 他还靠行律法 你说多么的糊涂啊 我刚才讲得非常清楚了 律法之约是这样 人靠行得救 是不是 可是没有一个人得救 但在恩典之下 耶稣成为我们的 处在祭外祭 耶稣成为我们的救恩 听明白没有 那么我们信耶稣 我们已经得救了 你还要靠行律法得救了 已经得救了 已经从罪里面被救出来了 魔鬼黑暗的全世界下 被救出来了 那已经得救了 还要加上靠你 行律法得救 信耶稣还不够 耶稣还不够 还要加上你的一套 律法的一套 你的行为的一套 才能得救啊 这就是为什么 那么多的人被捆绑 听明白没有 那有人问 那我们应该怎么活的呢 我们不信律法了吗 就我刚才所问的问题 因为总会有人问嘛 你们不信律法了吗 没有说你不信律法 信耶稣是信耶稣 回疏 看到没有 就业之下是信律法 靠行律法 靠行律法 靠行为 诚意 但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所以他信耶稣产生一个怪胎 错误的教导下 产生一个怪胎 信耶稣还不够 咱们还得加上 行律法 才能得救 就一下 行律法 靠行为 人不能得救 也不能诚意 他知道了 那今天那就信耶稣吧 信了耶稣以后 这还是得整行律法 信耶稣 必须得也得 就业律法 靠行为不能得救 今天我们就信耶稣 是不是 那信了耶稣以后 再加上信律法 我们就得救了 这就是今天你看到的 很多的教了 他都信耶稣 加上信律法 得于得救 是不是 今天早上 我给你掰过来 掰过来 所以这里经文说 靠律法 这些加上 害人都信耶稣了 可是信耶稣以后 他们 有人就给他讲 信耶稣不够 还在遵循律法 还在受割离 还在怎么样 不然南方就不得救 看到没有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福音 这不叫福音 这又不是被咒诅的 包罗一开始就说 这不是福音 看到没有 不是福音 所以他把基督的福音给改了 看到没有 加上看书的第几章 第一章 第一章 你看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 他说 我吸引你们这么快离开 那记着 基督之恩 告你们了 去从别的福音 看到没有 福音只有一个 这里说 基督之恩 跟我说 基督之恩 基督之恩 咱们这心灶人 心灶人心灶学院 好不好 心灶人心灶学院 好不好 看到没有 基督之恩 今天我们得救 这是基督之恩 基督之恩 基督之恩 告你们 去从别的福音 所以刚才讲的 信耶稣 加上行律法 这边得救 他就是别的福音 那么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们唯一的一个 得救的方式 听到 就是基督之恩 加上什么的 加上细心 对于 得救 看到没有 基督之恩 谢谢 因为得救 这才是 这才是 纯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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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基督的恩典 加上信息 等于得救 我们得救 是本货恩 因着信 并不是出于自己 而是神所赐 尤其所是第二大 所以这里说 基督之恩 去 离开 如果他离开 基督之恩 看到没有 去从别的福音 离开 就是他不代理 信仰苏还加上 行律法 因为得救 他就是离开 基督之恩 离开了 那么他就是别的福音 保罗接下来说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 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 更改了 看到没有 所以你说信仰苏 你听的教导是 信仰苏 加上行律法 等于得救 他就是把基督的福音 更改了 那么接下来说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我把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 不同 什么不同 就是他讲信仰苏 又要加上行律法 就不同 而保罗讲的是基督之恩 信仰给你们得救 你一听到基督之恩了 你肯定就有信仰了 那你就得救了 因信仰义 信仰义 信仰义 信基督之恩了 阿们 所以他传给你们的 与我们所传的不同 他就不同了 另外一个福音了 那么他就应当被咒诅 所以他讲信仰义书 所以他讲信仰书 要加上行律法 对不对 他被咒诅了 那这可不是我说的 天的丁几妹妹 是保罗说的 那保罗说的那就是神说的 所以你就看到他 信仰义书不够 我们要征信日法 我们征守安息日 我们征守这 征守他 不好意思 都是被咒诅的 我们不征守这些 就不能得救啊 我们一定要征守这些 才能得救 都是被咒诅的 看到没有 所以都活在咒诅状态 你以为生病是怎样 生病呢 各种情况 是被咒诅的 疾病的咒诅 贫穷的咒诅 死亡的咒诅 灵性为什么枯干 被咒诅 那信仰义书几十年 明明都不成长 不是婴儿状态 是肉体 是血气状态 被咒诅了 亲爱的兵姐妹 你看到没有 他说了一遍还不够 再来一遍 第九节说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一当被咒诅 是不是 咒诅一次还不够 再咒诅一次 双重咒诅 所以他灿改了基督的福音 他被双重咒诅 哎呀好日子过啊 所以你记住 基督之恩 加信仪 等于得救 阿们 得救是本乎恩 也应该信 你看一分所说的第二章啊 以分所说第二章 这里说得非常清楚 第八节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这个恩是什么 就是基督之恩 基督之恩呢 基督之恩啊 然后呢 也应着信 就是什么 就是信息 得救是本乎恩 也应着信 是不是得救 看到没有 这个方程式写的怎么样 这个方程式可以吧 这就是得救方程式 基督之恩加信仪 这位得救 得救方程式 刚才信耶稣加 加信仪法 跟你们得救 不好意思 那不叫得救方程式 那叫被咒诅 方程式 亲爱的这位 今天是不是一下子明白了 发现这陈彼得牧师 还挺厉害的 还能创建方程式 阿们吧 所以这个方程式 它是非常重要 如果它不靠基督之恩 信心得救 它还要去靠行律法 它就是基督格局 再来还是五章 第五节说 你们要靠 这要靠律法 称义的 就是与 基督格局 从恩典中坠入了 看到没有 格局是什么意思 格局就是耗尽了 失效了 也就是说 你和基督没关系了 这些靠行律法的 它也跟基督没关系了 再靠自己了 靠律法 自己再来一套了 这叫宗教 你还靠不靠律法 称义 还靠不靠律法 得救 你得救跟律法 半分钱关系 听明白没有 跟它一点关系没有 从恩典中坠入 看到没有 本来你是在恩典之中的 基督的恩典 坠入 恩典之中坠入 坠入 原文的意思叫掉下来 掉下来 也就是说 本来你在恩典 基督的恩典 是不是 这是最高状态了 最高状态了 最高了 六日是啥 六日是最低了 知道吗 知道 这是对人设置的一个最低的一个保护 连不信的人 罪人 律法都要保护他 规范他的行为的目的 是保护他 为什么一个国家 社会要有法 这就是法律 约束他的行为 不但保护这个人 要保护这个社会的秩序 保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所以律法现在是一个最低的保护了 他没有信耶稣的人 罪人 他都要受到最低的保护 但你信了耶稣以后 你信了耶稣以后 你这个人 对不对 这个人 你信了耶稣以后 你就是最高了 进到最高领域里了 明信耶稣明是在最低保护 律法之下 信耶稣明进到最高领域 恩典 基督之恩里面 荣耀领域 最高领域 神的儿子 新造人 新的生命 最高领域 阿们吗 你最高领域的人生活 你还靠律法 你还得救 还靠律法 你已经都得救了 你还被人家骗 还靠律法 你已经是王了 王子了 神的王子公主了 人家还天天说 你是罪人 你是奴仆 你是奴隶 你是乔丽 你是乞丐 你是听那些的吗 看了没有 亲爱的丁文静妹妹 这个就是我们 新造人学院的课程 你看这圣经学院 新造人圣经学院 多棒 重要不重要 现在一下来 是不是明白了 你在最高领域里 看了没有 基督之恩是最高领域了 基督之恩 把你救 你活在基督里 你不用再下来了 如果你还要靠律律法 你就是那些上帝 跪过下来 跪下来的 为什么会跪下来 跪下来 那肯定是 从上面跪下来的呀 你现在哪个跪下来 从下面跪上去了 下面跪上去 他就要拉上去了 是不是 下面的要救上去 拉上去 一个人跪到坑里去了 你要把他救上 你才把他坑里面 拉上来呀 但你拉上来以后 他自己又往坑里面掉 那就是他自己掉下去了 本来在律法之下 人们活在罪恶里面 但是什么 我们救出来 基督之恩救出来 救到最高里面 你还要靠 你还要靠律法 成立 那么就是掉下来的 那就与基督没关系了 靠律法 这个靠律法 这个靠律就是 他的这个恩典 在你身上没有功效的 当然这个不是指不得救啊 现在因素还是靠律的 就是他在世上生活的 会非常被压制 在世上活得非常被挟制 被捆绑 活得很软弱 很忧虑 很惧怕 天天都是活在这个挟制里面 捆绑里面 病罪里面 控告里面 咒诅里面 怀疑里面 各种问题里面 那就是活在咒诅之下 那什么是 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应该怎么生活呢 刚才已经讲过了 是不是 首先你信耶稣以后 你必须要知道 你已经得救了 是不是 接下来再给你一个 信耶稣之后的 生活的方程式 好了 就今天早上的 新造人圣经学院的课程 就好了啊 好不好 这是第二个方程式啊 这是得救方程式 前面一个是咒诅方程式 你自己选择一下 选择哪一个方程式啊 是不是选择基督之恩 加信仪 因为得救的方程式啊 回应一下嘛 选择第一种 还选择第二种 是不是选择的第二种 好 接下来第三个 叫得胜式方程式 现在耶稣以后 是不是要得胜是吧 靠什么生活 靠得胜的生活 那如何得胜 都已经得救了 怎么把它活出来 马上就来了 好 你三种 是不是 还是基督 看到没有 印证基督的救恩 你已经被拯救了 活在基督里了 你必须要认识到 今天你活在基督里 然后你是谁 看到没有 弟弟姐妹 你活在基督里 你是心造人 得有得胜 活在基督里 是今天我们的 我们所处的 孰灵领域 你也不属于世界 也不属于魔鬼 宗教 也不属于 任何的组织单位 你也不是属于 这个 律者之下 你唯一的标准 就是 基督里 阿美万 爱字的国里 基督里 好 你得先把这个定好 你今天就活在基督里 接下来 你要认识你是谁 你怎么生活 你得认识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 我是心造人 看到没有 只有你认识你是谁 你是心造人 你才会怎样 你才会怎样 认识你是谁 你才会活出 你是谁 跟我说 认识我是谁 我才会活出 我是谁 如果你认识你是心造人 你就会活出心造人 阿美万 你心造人 你活在基督里 你有基督的 你就会活出基督的 你有基督的生命 你就会活出基督的生命 你有基督的权利 就会活出基督的权利 你心造人 你活在哪里 你有什么 你认识你是什么 你有什么 你就能活什么 没听过这么讲的吧 这叫什么 这叫得胜的 看到没有 叫得胜的 得胜方程式 得胜方程式 第三个 看到没有 都是胜方程式 今天早上你讲三个胜方程式 天国大学毕业出来的人 都是讲胜方程式的 是不是 认识你是谁 才会活出你死的 你都不认识你是谁 你还活啥 天天说我罪人 我真心律法 我在这里 你能活啥 老我每次都老旧人活着 天天活老旧人 我们必须认识 我活在基督里 我是心造人 你就会活出心造人 就会活出得胜 阿们 今造人 所有的一切 都是基督那里来的 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爱 你有基督的爱 你有活出爱 有基督的恩典 就活出基督的恩典 有基督的生命 就活出基督的生命了 有基督的属性 就活出基督的属性了 有基督的权柄 就活出基督的权柄了 有基督的能力 就活出基督的能力 智慧就活出基督的智慧 看到没有 早就不知道超过律法多少倍 圆超过的了 这是生命 最荣耀状态 律法是最低的一个保护 你还要回到律法图下去 人家说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兜党 好像总以为 你还是干这事一样 现在得提醒你一下 不可犯罪 不可犯罪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好像你每天都要干这个事 必须得提醒一下 不然的话 你就会干这个事吗 不是这样教导的 弟兄姐妹 这种教导害了多少人 活在咒诅之下 活在捆绑下流里面 今天的教导应该说 你活在基督里 你是新造的人 你是神的儿子 你里面充满神的爱 你有神的公义 你有神的智慧 你有神的喜乐 你有神的平安 你天天都开心 你天天是平安的 你有神的医治 你天天都健康的 你有神的公义圣洁 神的本性 神的善良在你里面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新造人 阿们 看到没有 你天天这样讲 弟兄姐妹天天这样听 我是神的儿子 我是新造人 我里面有神的生命 我有神的智慧 我有智慧的 我有神的聪明 我越来越张显这个聪明 我是神的公义 我是义员 感谢神 看到没有 我里面 我是健康的 我是神的 我是新造的人 我是健康的 奉耶稣的名 耶稣说别让我得医治 我大有全命 耶稣给我全命 奉耶稣的名 是不是 见他魔鬼 赶出疾病 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是得圣的 你天天这样信 这样信 神的生命在你里面 张起 你听这样的道 走到哪里 你都闪闪发光 你听这样的道 享受的是神的公寨 你听这样的道 每一天 他有信心 神在你里面 与你同在 你走到哪里 自带光芒 自带光芒 走到哪里 光就到哪里了 你走到哪里 都是要相信 信任的道 信任的道 承认的道 认识你是谁 活出你是谁 自带光芒 自带光芒 跟我说 自带光芒 好不好 自带啊 自己 就在你里面 这光就出来了 这光就出来了 阿们 什么魔鬼 集合病 一看看你 赶紧跑到我 你走到哪里 生的儿子 吸造上来 是不是 自带光芒 你没有听到 对你的道 你走到哪里 我软弱 我是个罪人 我是有病 我是身体不好 我太难受了 我在人生的 鼻鼓当中 你还自带光芒 你散发的都是 都是黑暗 吸引的是啥 你看鬼鬼祟祟的 忧虑担心的 怀疑害怕的 不好的东西 都来了 吸引的都是啥 吸引的都是 不好的东西 看到没有 这就是你今天 听到这个 真理的道的重心 让你认识到 你里面是什么 阿们吧 当你认识到基督在你里面 你活在基督里面 认识到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新造的人 这个光芒 这个荣耀 就会在你身上 让你显著 你不管是得救 还是得胜 你看到没有 得救是被我恩人 印着信的 得胜是你认识基督 认识你是谁 你是新造的人 你有得胜 阿们 听明白了没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这新造的圣经学员 好不好 好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的 灵修分享 我们透过新愿来探旧业 透过基督新造 来灵修整本圣经 你认识基督 认识你自己 活在基督里 你是新造人 认识你是谁 活出你是谁 你所有的生活状态 都是与你的认知和认性 息息相关 你越信对了 越是对了 你就会越活对 你就会活出 闪闪发光的圣经 活出自带光芒的生命 神的话就是光 就是灵就是神明 就是光啊 当你里面有神的话 光就在你里面 彰显出来 你走到那里 你说神的话 说在基督里的话 说新造人的话 你就神神发光 荣上加热 恩上加热 地上加热 荣上加热 神祝福所有的弟友你们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灵修 我相信非常地宝贵和重要 大胆地祝福你 阿们 好 那么听明白的家人们 喊阿们 严寿的家人们喊阿们 相信的家人们喊阿们 是不是 多么宝贵的道 多么宝贵的灵修 神大大的祝福你 你是多么的蒙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祝福着这美好的清晨 让我们领受你宝贵的话 你的圣灵带领我们 在你的话日当中 得着启示和亮光 来喂养我们 使我们的信心得建立 使我们的孰立生命成长 这一群是宝贵的孩子 可莫知你的道德 弟兄姐妹 是多么的蒙福啊 感谢天父爸爸 用你的话日来喂养我们 祝福我们 把一切荣耀感恩都归给你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恩惠平安与我们同在 这样同心和意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经 阿们